我叫艾米扎雅赫夫 今年十八岁 幼年 就我妈带着我出国去探新 那段期间 我跟我妈妈就 因为家庭内事 就吵了架 我那个狠心的妈妈 就丢下我一个人回国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去找了 我妈那个朋友 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的 和她的儿子 她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叫经典 每周一和周一晚上 他们就会专门的那种 用讲经步道的方式 来就宣扬自己那种极端的暴力思想 我当时很沉迷在于那其中 那我还是就形成那种极端的思想 心里非常害怕 当时我就想 以前我就在国内的时候 就接受那种国内教育 跟汉族人打交道 觉得我的罪行肯定很严重 我就想我必须得清洗自己所犯下的罪 他们那些人就每天跟我们讲 去训教可以进天堂 我就想 今天就做圣战 我觉得拿着那种枪 杀人 打打杀杀那种 比如说我就跟她的那个儿子 我们俩就一起商量 准备去徐利亚参加圣战 就告诉了她的妈妈 但是她妈妈一听到我们这话呢 就非常生气 就说如果我真的想去参加的话 那可以把我送过去 但是她的儿子就必须得乖乖的那种留下来学经 我就当时就有点犹豫了 犹豫了就想她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如果那种圣战真的那么好的话 那她为什么不把她的儿子也一起送过去呢 于是我就有点 因为当时的心情有点害怕 我就再三考虑嘛 考虑以后呢我就拒绝了 便决定不去了 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的家 我在那里特别孤独也没有朋友 就非常的想念我的姥姥 因为我姥姥就从小把我养大的 我就只能依靠我的姥姥了 然后于是我就用我的手机 给她发了个视频会见 就跟她见了面 我一见到姥姥就当时爸 就那种气不成声 我姥姥就跟我讲 孩子我们也是非常的想念你 你就赶紧回来吧 我就终于踏上了这回家的路 当我一下飞机 呼吸了家乡的空气时 我当时就激动的泪流满面 来到这学校以后呢 我听那些讲座以后呢 就终于就明白了那些闯言那种 那些都是那些三国实力吧 他们就利用我们这些 就盲目的去信仰宗教的 我们这些春朴的那种群众 来就迷惑我们 就我们就成了那种人质 他们只是蛊惑我们到那边 就我们就成了那种中间那种交易 他们只是为了魔兔钱财 其实就是教培就拯救了我 我真心希望能够用我本身的经历 让许多人吸取那种教训 让他们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情 我也真的很希望大家呢 就能够学会那种珍惜 因为我们所浪费的今天呢 就是死去的人所舍望的明天 如果没有那旅行的话 现在肯定会考上那种 我自己理想的大学 在校园里面就 过着自己那种快乐的生活 我从小就想进入那种娱乐圈 就想梦想考进那个北京电影学院 我现在还年轻 我还有很多机会去实现 我这个演员梦想 就为我们自己民族文化 去贡献自己的一分棉博之力